白金之星白金之星白金之吼 这是粉丝对周周奇妙冒险三代白金之星的戏称 那么作为周周粉丝心中无敌的代名词 白金之星在不同的版本中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Hello大家好呀 欢迎回到百科的厨房 其实三个版本的白金之星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身材上的改变 哪怕百科这个高度近视也能看出白金之星越来越瘦 胳膊大腿越来越细 三代白金就是无敌的化身 刚觉醒替身就能一拳欧拉半层楼 根据设定花金的法皇尽管力量只有C 但火力全开的哈密瓜可以把大多数的替身打成筛子 愤怒的成太郎可以完全无视法皇的加特林 钻石是这个星球上已知最硬的物质 但白金之星一顿欧拉就把密特拉一嘴钻石打成了粉碎 我们再来看一下成太郎和迪奥的最后决战 成太郎先是一拳打爆了迪奥的头盖骨 让迪奥这个正统吸血鬼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战斗力 随后一拳打碎了满血复活后世界的拳头 尽管大家都把迪奥的替身叫做脆皮 但世界可是荒目清点的顶级力速双雷 结果最后怒火Max状态下的成太郎 直接把世界连带迪奥一起打成了粉碎 一拳锤爆卡车的力量比光更快的速度世界最精密的操作 永不疲惫的体力加上没有上限的成长 这样的白金之星连boss看了都要赶着回家 四部的白金之星是成太郎的第一次削弱 无敌的男人竟然被人打成了重伤 这一代的白金之星对比三代明显小了一号 但还算得上壮爽 身材也不舒胀住的疯狂钻石 在和枯萎川芯的战斗中 白金之星的欧拉不仅被彻底封死防御状态下 还被枯萎川芯打成了残血 这应该是白金之星首次被人突破防御 但其实通过复盘我们会发现 白金之星当时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枯萎川芯虽然不是独立替身 但却有着远距离自动型替身的特质 理论上他的外壳任何攻击都无法破坏的 但他还是被白金之星打裂了 而且成太郎也很快发现了远距离自动型的本 如果不是为了救康一的话 成太郎应该是能顺利解决枯萎川芯的 然后就是和吉良吉颖的正面对抗 残血状态下白金之星轻松就秒掉了无伤的杀手皇后 最后时刻也是靠白金之星才彻底将死了吉良吉颖的败者时辰 从实战表现来看 四步十七的成太郎和白金之星仍然处于他们的巅峰 之所以安排成太郎在酒店看报纸也是因为担心白金之星的力量破坏了四步的平衡 毕竟唯一能威胁到他的替身只有五位之齿心红辣椒 然后就是六步十之海 我们的白金之星又变瘦了 这个版本的白金之星对比三步十七是全面的缩水 身上的肌肉也更接近于正常的人类 力量表现更是史诗级的削弱 贴脸叔叔的全力一拳竟然没让普琪彻底趴下 哪怕这个时候普琪已经不做人了 但理论上他的脸皮在后也不可能超过迪奥的头盖骨 就算白蛇有偷袭加分 但白蛇的面板速度可是低啊 好在后来荒木补充了设定说白蛇的速度低是能力发动时间不是物理攻击 也算是给白金之星留了一些面子 不然就成了大家调侃的白金之猴了 虽然白金之星的变弱也是为了让替身体系的平衡 但看到六步的白金还是让人有些心痛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哦